10月19日,北京市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通报了疫情最新情况。 10月19日,零时至十三时,新增一例经外关联输入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户籍甘肃省五威市现住丰台区横复中街,该病例长期在甘肃省五威市居住。 10月15日,乘坐K424列车来京途中,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艾苗某同意车厢相邻卧铺,初步诊断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9人已采取相关管控措施,相关地区正逐级采取封控管控等措施。 丰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丰台区已迅速进入疫情防控应急状态,目前已展开流调,隔离相关人员,快速封控横复中街相关社区及场所,展开人员及环境采样,同时做好封控区域物资保障工作,落实设议校园管控措施。 初步排查密切接触者9人,其中封台区已管控6人,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其余3人已将信息横转至河北省。 初步排查次密接249人,正加快落实管控。 采集病例家庭及住宅楼环境样本60件,人员烟饰子30件,采集病例就餐地点环境样本37件,人员烟饰子133件,新冠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其中一名密接人员所在学校即日起停课一周,目前已排查与密接人员直接接触的教师7人,学生92人,正陆续转运至集中隔离观察点,其他师生全员核酸检测。 近日,陕西省西安市、宁夏回族自治区迎川市、内蒙古自治区厄吉纳奇等多地通报多例外省游客及密切接触者核酸检测阳性,传播练广。 旁星货提醒市民,要持续做好个人防护,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继续坚持,非必须不出境,不去中高风险地区旅游、出差,相关人员主动报备。 重点场所严格落实防控措施,减少不必要聚会,积极接种新冠及流感疫苗,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保持健康生活方式, 主动做好健康监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